來注意,列偏移 這個地方,我們其實這邊有個按鈕是什麼呢? 如果兩個,我們就直接用這一個 叫做列跟行,點一下之後 點這一點到這一點的距離就可以了 那點一下之後,列偏移跟行偏移通通幫我們選好了 為什麼?斜邊嘛,斜邊包含什麼呢? 列的話就是,列是橫向,所以是重的部分 或者你乾脆分開,我分開講好了 列點一下,就這一點到這一點對不對? 那這一點的話是,是哪裡呢? 是橫向,就是這一點到這一點 但是呢這樣還結束了沒有? 如果你按確定會怎麼樣呢? 變這樣子,因為中間還有間隙嘛對不對? 所以該怎麼做呢? 這邊再一次,選他 四列,四列兩文 那選好之後的話呢 我們其實有個方式比較簡單 就是再增加 因為列偏移應該還在偏過去一點 也就是說再增加中間的間隙是5嘛對不對? 所以直接在這個偏移上方 再加上5就好了 加上5了,剛剛是27嘛 那這邊應該是多少? 加上5就42 自己手動加 那角度呢一定要是0度的 如果你不是0度的話 它會偏到另外一邊去 偏角度去 好了之後按一個預覽 有沒有就做出來了 預覽之後的話呢,你就按一個 確定就可以了 按Enter 這樣這個圖形就畫出來了 這裡的話呢有幾個重點 再提示一下 第一個TK TK喔 再把這個再講一次好了 因為TK很多同學都TK不出來 就 TK之前不要直接打TK 要先按矩形 第一個動作 矩形 點下去之後呢 在這邊按TK 矩形第一個動作 第二個步驟才是TK TK之後呢 第一個追蹤點先點它 點這裡 第二個追蹤點 第二個追蹤點往右 往右 拉過來對不對 輸入多少 10 Enter 再往上 10 Enter 對不對 追蹤到這一點就是我要 馬上按Enter 馬上按Enter 所以步驟記得喔 1 是這個 2 是什麼 TK 對不對 Enter之後的話 3 第一個追蹤點 再過來多少 輸入10 再往上 10 追蹤對不對 這一點對不對 馬上按什麼 Enter 這個地方特別注意喔 Enter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輸入 它的下一點 它的下一點在哪裡 Enter 這個地方的話 Enter 那就是75除以2 斗點 然後就是90除以4 Enter 這樣就可以了 那再來就是用那個 這個地方 用矩形正列 比較快 比較快 當然是直接用這個 選斜邊比較快 如果你慢一點的話 就是這樣 這個到這裡 然後再加上 這個到這裡 那自己再加上5就可以了 因為它還有一個間距嘛 它的偏移 那這邊改成42 按一個確定就好 就好了 這邊的話試試看好了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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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